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艺人 为啥我觉得我是一个短视频的博主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跟大家一块成长了这一年多时间 这一年多是我在我的人生到快到31岁 变化最大的 就是我经历的东西最密集的这一年多 然后我每次遇到什么事我都会发视频 这样观众其实跟我一块成长了一年多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珍贵的 大家好我是彩莲 我今天有点生气 就我刚才去拔牙了 我拔牙老疼了 嘎嘶嘎嘶嘶就是个剧 然后拔完之后整个脸都大了 我整个右边脸都大了 然后拔完牙之后我就心情很不好 我就是很躁动 就是很对就是心情不好 然后这时候我一拿出手机 看着第一条微信就是聊英台 所以邀请我上节目 这节目叫女人四十 你说我本来就拔完牙心情不好 你就让我上这节目 哎他女人四十在找我不干什么 我今年31没到 凭什么呀 焦虑肯定有 焦虑主要是在 是不是大家会厌烦 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听腻了 但是目前为止只是焦虑 还没有遇到真正大的问题 我觉得 首先像我老公这种人 他就一直会制造出来很多的事 让我觉得太值得跟那个观众说了 就只要他这个人存在 他就总会有这些中心文化碰撞出来的一些笑点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鸿沟多 现在来讲肯定是融合多 这个最重要的一点真的就是沟通 有的时候你觉得鸿沟多 并不是因为这个鸿沟你约不了 是因为没有真的了解 就比如说我 我婆婆她们是 她肯定不会跟儿女有太多的紧密绑定 见的面一年可能就一两回 然后我也聊过 我去她家她开车送我到哪儿 还跟我要游钱 我们吃的东西都管我们要钱 就什么事为算特情 然后我家人属于一家人非常热闹 天天在一起 然后老了我妈肯定会离我很近 所以说像我家的家人的相处物事 和我老公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全都是差异 我也觉得非常理解不了 我婆婆为啥跟我要钱呢 就是首先给她钱不给她钱 只是另一码事 就是面子上就觉得过不去 你如果我来你家来过没有钱 但这些事都是慢慢的 你首先要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 你不要认为她是针对你的 你去理解她背后的逻辑 然后其次就是沟通 现在其实我很能理解我婆婆 因为她在来我家的时候 她也给我钱 就是在她的逻辑里 就是钱 就是你的就是你的 我的就是我的 我也不占你 你也不占我 什么东西都算得特别轻 也就没有压力了 我现在反倒觉得这个回忆关系特别好 她特别轻松 然后我老公刚来中国的时候 也是觉得我家人好像天天在一起 然后有的时候吃饭还得让她静几屋 她也不知道这么多好吃的 你让我静下酒喝啥可说的 然后也在问我说 那老了的时候 中国的家长都要和孩子们在一起 但是现在慢慢的 她跟我家人沟通的更多了 她懂得中国人这个 为什么我们选 我们这么喜欢聚在一起 她也发现了 当我俩生孩子以后 工作忙的时候 我妈妈的第一个站队 帮我们带孩子 她才懂得中国人的这个 互相帮忙 互相支撑的这个家庭关 所以现在我也能理解我婆婆 她再怎么跟我算条 我也不生气 我老公也很依赖我的家人 就我爸妈如果来了的话 她很开心 所以这个不就是 首先你要去理解 然后你去沟通 文化差异没有什么是跨越不了的 因为它底层的人性都是可以理解的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